新宝马5系长洲剧版将于2023年11月17日广州车展全球首发 并将在华晨宝马大东工厂投产 提供2.0体燃油版 2.0TX混版 以及首次推出搭载双电四驱系统的纯电版 新车整体延续全新宝马5系海外版的设计风格 前脸做了扁平化处理的双肾前隔山 显得更加运动 两侧全新的天使眼大灯组 点亮后辨识度会更好 此外 宝马A5除了前隔山采用封闭式设计 其他与燃油版基本保持一致 车身侧面 平直的车身腰线贯穿车身 让整体车身看上去更低加修长 双五幅黑化运动轮毂 近显运动之美 尾部 两次上下两条横条尾灯灯带 点亮后更具有辨识度 新车在内饰方面全面向旗舰看起 采用12.3英寸加14.9英寸的超大尺寸曲面双连屏设计 营造出很强的科技感 值得注意的是 伴随宝马7系推出的悬浮式巨木 也将成为国产长轴剧版无锡客户的专属选项